阿富汗首都赫布尔机场混乱情况持续到朝早 大批希望逃离塔利班政权的当地人涌到停机坪 在前一晚更加不时传出枪声 几乎出现人踩人 机场一度暂停所有商业航班 美军之后接管机场控制塔 正是用军机撤走美国的外交人员 乔文和曾经协助美军而获批签证的阿富汗人 又会增派军力到6000人到当地 要快撤离行动 多国将大使馆迁移到机场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大使留守 协助撤走乔文 塔利班武装进入首都赫布尔 占据总统府收起原有的阿富汗国旗 塔利班政治办公室说 战争已经结束 正是开会商讨筹组新政府 承诺确保民众和外国使馆安全 尊重女性权利 又说不希望受到国际社会孤立 准备好投过对话解决对方的关注 相信外国军队不会重复犯错 身处多虾的塔利班谈判代表说 组织将会在未来几日开会 成立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 有塔利班高级成员向路透社透露 计划等所有外国驻兵离开才筹组政府 已经警告武装分子 不要客奸平民 维持市面正常活动 前总统卡尔扎伊等多个 阿富汗领袖组成联合委员会 将会与塔利班开会 商讨和平移交权力 避免混乱 但据报核布已出现零声强略 获美国撑腰20年的 阿富汗民人政府一日瓦解 与总统卡尼突然离国的消息传开有关 出走的卡尼在社交网站发文 解释离开国家是要避免流血冲突 形容决定艰难 叫布他到了轮过塔吉克 也有报道指 他身在乌兹别克 有多个国员同行 原本美军驻守 全国最大的巴格拉网空军基地 也落入塔利班控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承认 阿富汗失手速度比预计快 但话以为美国留守就可以维持现状的想法错误 身为三军总司令的总统拜登 在大卫营听取汇报 据报他会在几天之后 才就阿富汗局势公开表态 有线电视记者 吴景仪报道